好 那么陈水扁想必昨天在家里面 睡了一个特别香甜的觉 在昨天获准宝外就医 回到了高雄人文首席的家 听说跟老母亲 还有妻子相拥而弃 激动到说不出话来 而这个新家他只看过照片 觉得相当的陌生 儿子陈志忠解释 这两天会让陈水扁待在家里面适应环境 暂时不会出门 而昨天为您报道 在回家前因为台湾的民间习俗关系 先到旅馆去理发换衣服 来这个除霉气 这是一位这个知名的女发型师呢 还特别从台北南下 为陈水扁打造出狱之后的新造型 后准宝外就医 陈水扁五号晚间回到高雄住家 照片中住着拐杖的他 头发修剪整齐 还刻意吹蓬 换上新衣 新裤 整个人焕然一新 感觉比较有精神 欺负黄锐镜走上前迎接 还主动挽着陈水扁的手 笑容灿烂 陈志忠紧跟在一旁 一家人走进电梯 享受睽違六年多的天文乐 爸爸看到阿嬤 先跟阿嬤拥抱 那我昨天也有讲 相拥而弃 有时候这种情绪 到一种程度的时候 是说不出话来啦 那跟妈妈也是一样 一回到家陈水扁与扁妈相拥而泣 母子俩一度激动到说不出话 之后陈水扁与妻子吴淑珍 也是互相拥抱 气氛相当感伤 一家人终于团聚 却缺了女儿陈信瑜 与女婿赵建民 姐姐昨天没有 因为她自己有门诊 那姐夫她昨天也有排到 所以在这一两天 再带孙子 回来看爸爸 由于从未进过新家 只看过照片陈水扁感觉很陌生 不过母亲从台南特地带来的麻洞挖柜 浓浓的家乡味 出于后的第一顿晚餐 温暖她的心 想说需要一点时间 让爸爸来熟悉家里的环境 来熟悉家中的一个环境 让她慢慢的适应 因为民间习俗 陈水扁在回家前 就是到高雄这家汽车旅馆 修剪头发除晦气 隔了一天 业者刻意保留房间的原貌 地上还看得到陈水扁剪髮后留下的髮丝 而帮她理髮的就是知名发型师江恒妮 七年前也曾帮当时无保获释的陈水扁剪髮 而这回江恒妮特地从台北南下 为她打造新发型 还坚持不收一毛钱 而陈水扁保外就医 医疗团队的主治医师 由脑神经权威陈顺盛担任 长庚与高医14位医师合作治疗 陈志忠说 未来家中会请看护照顾父亲 希望父亲的病情尽快好转 继尔林正义传摄影王乐坊 SNG小组高雄报道